真的没想到B segment的市场 竟然还有新玩家会进来 来今天我们来看的新车 就是MG5 我一直以为MG5 会针对这个C segment的市场来主打 结果没有哦 它打来是个B segment的市场 而且预估价格会在100千以下 就你想想啦 我们目前的City跟Vios卖这多少钱 都是差不多90多千了嘛 所以它的直接竞争对手就是City 就是Vios 甚至是大家在想的Proton S70 那我们看了轴距 看了整个尺寸大小来说 甚至它的动力主体确实 它对打B segment的市场是蛮明智的 那动力主体的部分呢 搭载的是1.5公升的直列四缸 自然进气气油引擎 出处的马力114匹 扭力峰值150牛顿比 搭配的是一个模拟八速的CVT变速箱 这两车我第一件事要说的是 就是造型真的很帅很帅很帅 我觉得它的帅气指数真的超越 我们目前国内所有的B segment的竞争对手 第二件事大家非常在意的 我以为不多人知道 就是我们圈子内在传而已 可是显然大家都知道一件事 就是它在澳洲的碰撞成绩 拿的是零颗星 怎么可能会有Zero Star的成绩啊 我们有问了一下原厂 等下我们在内装再跟大家说 不然要说东西太多 再来我们要说它的配备的部分 今天我们看到B segment的市场 大家给的配备是什么 基本上完整的进阶是安全配备的 搭载上去的 可是今天这辆比较遗憾 我觉得因为价格的关系 以及因为它是进口 泰国进口的关系 价格有收限 配备也收限 它没有AC跟车也没有碰撞预警 它只有车道偏离的功能 以及盲点警示的功能 这是比较遗憾的 所以这辆车今天买的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帅气的造型 可能或许我个人觉得 因为我这辆车 我们在泰国看过嘛 然后基本上看了两三次之后 就觉得哇真的帅爆 所以它针对的就是这个 喜欢非常帅气车子的朋友 一个好选项 然后你看这辆黄色 真的是帅到没有朋友是不是 你还在挣扎 到底要不要买新车记录器吗 我跟你讲不能等 意外由不得你决定 有一颗行车记录器在车上 真的非常重要 所有的意外 事故你都有影像 可以做调阅 今天再次为大家介绍 Chips & My的A510行车记录器 这颗行车记录器有什么重点呢 第一高画质2.7K的录影 第二超广角 第三 它可以支援前后镜头 以及第四个最重要的 它今天也升级了所谓的 4G Hardwire Kit 我们以前所谓的 Hardwire Kit 就是24小时监控嘛 但是它不能连接网路 所以没有办法把讯息即时发送给你 可是它今天升级了这个4G Hardwire Kit呢 它的Hardwire Kit 你只要插入activator的SIM卡 它连上了网路 车子在停车的情况下 有什么晃动 有什么震动 有什么触碰 它都会把即时画面 传送到你的手机通知你 然后你就可以打开你的手机 去实际监控车子的实时画面 看有什么可疑人士在你的车周围走动 让你的车子无时无刻都在你的监控之中 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如果你停在一些停车场 但是你忘记你的车停在什么位置了 你也可以用这个功能打开你的相机镜头 去看说前面的柱子有没有号码 这样就方便让你找到你车停的位置 这一系列的功能呢之前像是在A810 跟所谓的Omni都有可以支援到嘛 现在连A510也可以支援到这个功能了 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建议大家马上就到去身买的Shopee 或Lazada Official Store下单购买吧 车尾的部分呢 MG5的车尾线条是一个Sportback的造型 就是有点滑贝 其实像CV的Vios啊都是这样子类型的这个 线条打造的比较运动化比较 比较酷炫一点 那尾灯很有趣的三条爪牙 有一点像什么有点像狮子是不是 车尾的元素呢有长辉 所以有一个特别强调它是英伦风的logo以及MG5 下面也是一个运动化的造型 但是这两个排气管是假的 真的是在下面单边单出的设计 好尾门打开来 不是电动尾门 它是一个弹簧敞开 然后空间 空间意外有点大哦 来给大家看一下 空间蛮大的 所以它的收纳算是蛮OK的 它虽然像sport bag 可是sport bag 我们常常讲这种sport bag fast bag 会影响到车尾空间 可是它不会 而且它这个开口 就是你即使停的后面一点 也不容易打到 就是停台后面的东西 OK打开来下面 竟然没有备胎 这是我蛮意外的 对它就只有一个打气机 然后一些工具组这样子 据说现在Vios可以选配备胎 然后今天MG5没有备胎 蛮意外的 这辆车的椅背竟然是全 就是整片倾倒的 而不是分离倾倒的 所以它就 对你要开 你就只能一次过开到完 然后两边都要把它打开来 在肩膀位的位置 所以这点是有点小惊讶的 好坐上它的后座 膝盖差不多两到三颗拳头 头部 因为是fast bag sport bag的关系 头部剩下差不多一根指头的空间而已 就比较受限了 座椅的部分呢 是皮革座椅 然后设计蛮好的 凹槽有一些格子纹路 这种运动化纹路都有 而且后面有冷气出风口 有一颗USB有售纳格 中间隆起有一点小膏 旁边的材质 主要都是硬直塑料 只有靠手的位置有一点皮革而已 所以整体没有太多惊喜的成分 就只有前面一个小天窗 前面的部分呢走我们去前面看 来到驾驶舱 驾驶盘竟然只有上下调整 没有前后哦 所以入门车型 就会在这些地方少一点少一点少一点 就跟以前的Vios一样嘛 以前的Vios也就只有上下 没有前后 所以这辆车没有前后 我是可以接受的 材质的部分呢上面 全部都是硬直塑料 OK 座椅的部分呢 是皮革座椅 然后有一点运动化包覆 前座驾驶是电动调整 副座是手动调整哦 OK 这个价位我可以接受 没有问题 里面的设计的部分呢 MG走的路线是一个比较简约的 的设计风格 不管是中控萤幕还是驾驶仪表 风格都相对简约了 我们看了这么多中国品牌之后 MG真的算是比较客气的了 真的 萤幕也不会太大尺寸 驾驶仪表也不会就是过度夸张 驾驶盘的部分 三幅式的设计 这应该是一个PU人造皮啊 上面的按键跟MGHS非常相似 有两颗USB 有一个手机的放置格 有电子手刹车 自动驻车 CVT排档杆 两个置杯架 还有一个空间不算大的收纳格 再加上它的我们之前提到的安全配备 所以说它卖90多千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就因为它不是本地组装 它是泰国进口的 所以价格一定会受限 90多千 算是刚好 如果真的有一天有机会 在本地组装拿一个80多千 I don't know I'm not sure 或者维持价格再把配备加上去 也是有可能的 那最后一点就是大家提到的 我们也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它在澳洲 这辆车在澳洲做的碰撞测试 是拿到零颗星的 我们有针对这件事情 问了原厂的负责人 原厂负责人表示说 因为NCAP的这个测试 过程 有有在2023年做过调整 做过改变 所以表示说 如果你有一个项目 没有办法进行评测的话 会直接被评为零分 然后就可能是有可能有某些 这辆车在澳洲并没有安装上去 所以他没有办法进行这个评断 所以他拿到的成绩是零分 可是我们又实际去到NCAP的网站 以及他的影片去看这个测试结果 就针对他们 他们也针对就是零分的标准 做出一个解答 就是NCAP的说法是他们的Four Pillar Test 这辆车都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成绩 就是对里面的乘客的保护 可能是有不足的 那 这就是两方面的说法 我不知道我该听谁的 那你觉得你会听谁的呢 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 也不能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期待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